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萬用急救包 首先就是隨身筆記本 它記錄了我這一年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打開就是會有一些小小的紀念物 這是我最近的小孩 這是它滿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送給我的那個 滿月小禮物裡頭有它的小卡 接下來有一些小小的卡片 是我今年去旅遊的時候 在冰島特別擠讓我很喜歡的小卡片 接下來就是錢包 就我很喜歡這種用久了 會有一種仿舊感 我隨身會帶一些比較簡單的化妝品 比如說像小小的披粉餅 我會帶習慣帶兩支唇膏 就有時候會看心情換唇色 或是有時候也會幫角色 選一些特別的唇色 接下來要分享今天的重頭戲 這就是我工作都會帶著的大包包 還有一個小孩 他是可以放飲料的 他是我捐出去的二手衣 他們回收這些衣服在製成的小身帶 很有經驚價值的大包包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萬用喜酒包 這些東西都不算什麼收起來 首先這個就是充電 大家一定有時候一定會沒電的時候 非常好用 衛生紙就不在話下 不管是大號小號都很重要 我有一個像這樣子的盒子 那這個盒子裡面呢 裝的就是我的隱形眼鏡 還有一個是隱形眼鏡專用的眼藥水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其實都可以來問我 所以我身上有被有很多眼部的保養 這個呢就是藥品 我會帶著一個瘴氣的藥 因為拍戲的時候都是外食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你沒有辦法預測自己今天的胃 到底好不好 所以我就會預備這兩個東西在身上 救命丸 還有OK棒 因為我很容易受傷 很容易不小心撞到 這種急救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來是小補給 小補給就是肚子餓的時候會有的餅乾啊 還有玉米虛茶包 消脆腫用的 還有一個是黑糖老漿 這個東西是女生在冬天的時候 非常適合帶在身上的 再來是我另外一個小藥盒 這裡裡頭有B12 B裙 還有B加Z 蓋質的部分是因為 蓋的攝取量比較低 所以我會隨時可以補充每天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蚊蟲叮咬的部分 那這一罐算是比較萬用膏 就是你搔癢啊 或是你哪裡特別不舒服可以擦的 戶外拍戲很重要 接下來是我的精油 精油就是可以在休息的時候 按摩啊讓自己放鬆啊 讓自己的大腦稍微喘口氣 最後就是調味料 沒想到吧 萬用急救包裡面為什麼沒有調味料呢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自己調味的口味的人 我有時候會更換 但今天帶的是鹽鹽的調味料 那有時候會把它換成胡椒粉 就是隨著每個禮拜的心情不一樣 就是會帶不一樣的調味料在身上 搞不好哪一天我真的會帶醬油在身上也會不定 好的我的萬用急救包結束 如果我今天只能帶走一樣東西 那可以帶走哪一樣呢 這問題太簡單了 只能一個就是帶一整個包 但是這次會很喜歡 所以這次會被你打擾了 這是某個禮拜的方式 有時候會進來的 這是某個禮拜的方式 是某個禮拜的方式 有時候會帶來的 它是某個禮拜的方式 有時候會進來的 這個禮拜的方式 是有時候會進來的 我會進去 在某個禮拜的方式 是某個禮拜的方式 但我們會進來的